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金融资本不设好全球吸血管道之后,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从产业资本主导转向金融资本主导的时代,这时再看世界,商品市场衍生出的期货市场,实际已经变成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 流动性差的产业资本通过证券化,对应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及其衍生品市场,从而也构成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 加之在私有化、自由化的巨浪中,破除了政府对产业资本的保护,于是商品市场的价格变动、产业资本创造的财富,都装上了金融管道,变成任由金融操控获利的捕猎场。 2009年6月7日,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来到中国上海。 他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时称,今天这样一场超级泡沫危机,实际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 当时,在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主导下,全球的人们开始大量使用信贷。 从而使泡沫膨胀,里根和撒切尔夫人都认为,市场泡沫会自动修正,但不幸的是, 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错了,放松管制、放任市场调整,只是,让金融产业在美国和英国,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 英美的金融市场价值已经超过了两国总产值。 索罗斯说得没错,但他只看到市场原教旨主义,给发达国家带来的痛苦。 却没有承认里根、撒切尔夫人和他本人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是深重而频繁的灾难。 1982年4月3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决定,派遣由桑迪·伍德沃德海军少将为司令的特混舰队。 去收复,刚刚被阿根廷占领的英、蜀殖民地、马尔维纳斯群岛。 于是,包括赫尔莫斯、浩航母河、谢菲尔德号驱逐舰在内的118艘舰船,270架隔色飞机、9000人海军陆战队,浩浩荡荡地铺向美洲大陆最南端,距英国13000公里的海岛群语。 1982年4月,阿根廷出版的报纸封面上,英国首相马格丽特·撒切尔的肖像图片被加上夸张的尖牙,使他看起来像吸血鬼。 为什么英国如此劳势动众,递对一群小岛大动干戈? 这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殖民地,独立与反独立的战争吗? 实际上,1980年前后美英实施金融休克疗法,也导致拉美发展中国家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 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根廷这个物产极为丰富的国家,曾是世界的粮仓和肉库,国民收入堪比美国,社会福利堪比欧洲,但高福利导致阿根廷低储蓄、高消费的生活习惯。 而国内商品生产严重依靠外商投资,1981年,阿根廷外债数额位列世界第三,高达340亿美元,加上高利率下美元升值, 阿根廷外债负担日甚一日,怎么办?发行货币让鼻锁贬值,刺激出口,换汇偿债,但发达国家因经济衰退,失业严重。 就算阿根廷提供大量廉价商品,他们也根本无力消费,结果是阿根廷发生严重通胀。 那时,阿根廷通胀率高至230%,工人实际收入仅相当于1970年的50%,全国劳动人口失业率更高达30%以上。 于是,阿根廷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一方面,货币贬值政策并未带来出口增加,更未获得足够的外汇收入,另一方面,贬值造成国内企业外债还债成本增加。 负担越来越重,1982年3月31日,阿根廷收复马岛的前两天,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上,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并快速向全国传染。 民众指责加尔铁里军人,政府把阿根廷经济带入泥潭。 怎么办,以军事手段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转移国内矛盾,加尔铁里成功了。 1982年4月2日,马岛收复的消息传到国内,阿根廷举国欢庆,还是五月广场,还是大规模游行,但这次却是支持政府的行动,阿根廷全国12个政党和总工会一改前嫌。 誓言要团结在政府周围,阿根廷的行动深深地刺激了英国人的神经,因为英国十分清楚,也十分担心,如果阿根廷均已收复马岛下注英国人, 那下一步会不会拒绝偿还外债?如果阿根廷拒绝还债,外债使用量最大的拉美国家会不会揭竿效仿? 难怪后来有学者分析,英国回击马岛的真正用意,无非是希望彻底铲除发展中国家聚还外债的念头。 历史证明,正是从那时起,拉美各国外债危机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次。 从未停止,1982年5月12日,英国南安普敦,3500名英国士兵携带武器和装备,登上豪华邮轮伊丽莎白20号,准备前往马尔维纳斯群岛参加作战。 1982年10月1日,全球首脑聚集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参加联合国大会,不过,这次会议的焦点,却集中到了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波蒂略身上。 为什么?因为墨西哥正在被外债危机所困,波蒂略在联大的发言中称,导致这场债务危机的罪魁祸首,不是发展中国家希望富强的努力,而是伦敦和纽约的政策, 制造了令人无法容忍的高利率和原材料价格的暴涨暴跌。 他认为,这样的做法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果受到威胁,切断了他们走向进步的可能。 波蒂略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政府效力,直至1976年当选墨西哥总统,一直致力于墨西哥经济振兴,并在1976年到1981年的五年间, 使墨西哥GDP平均增长率达到了8.5%,如今,波蒂略总统任期还剩不到两个月。 而墨西哥所取得一切经济成就,都将在这场债务危机中毁于一旦,这当然会令波蒂略痛心不已。 墨西哥石油资源十分丰富,两次石油危机中油价大涨,这让墨西哥看到了增加石油开采和出口,而推高国内经济的机会。 但钱从哪儿来?这时的波蒂略接受了经济全球化、市场自由化、权益私有化、金融证券化主张。 他相信,依照墨西哥的比较优势,按照这些路径,墨西哥应当比亚洲接受了同样路径的国家更富有。 所以,波蒂略大力推行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大开国门,欢迎欧美资本流入墨西哥石油行业。 波蒂略做到了,大手笔的欧美资本流入,让墨西哥石油行业投资急速增长。 国家经济也随之繁盛一时,但好景不长。 1980年初,美元市场利率上升到20%,国际油价开始因经济衰退,美元升值等不良预期而停止上涨,甚至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跌。 于是,一方面是墨西哥石油出口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是外债利息大升,还债成本暴涨。 截至1981年底,墨西哥外债累计已达820亿美元,好在两一战争还在持续。 被战争挺高的油价回落速度还算温和,墨西哥还可勉力支撑,但1981年下半年情况急转直下。 这年秋天,美国一家著名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咨询顾问威廉·科比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称,在墨西哥的投资将遭受墨西哥比所大幅贬值的冲击。 所以他正在劝告客户,在墨西哥政府换届之前,一定要撤回在该国的投资。 科比的这篇专访被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美国媒体大规模转载,科比的文章同样受到墨西哥媒体的关注。 甚至一次不落地转载这些文章,正是从那时起,资本开始大规模逃离墨西哥。 波蒂月总统扛不住了,1982年2月19日发表全国广播演说《隐藏的外国利益》,正在通过恐惧的谣言和资本外流迫使鼻索贬值,动摇墨西哥经济。 他告诉墨西哥公众,目前,墨西哥的资本外逃总量已达760亿美元,波蒂月试图通过资本管制遏制资本外逃。 但他根本无力承受因此而形成的国际、国内压力。 波蒂月拒服了,他允许比索一次性贬值了30%,比索贬值加大了企业的外债负担。 当年,依靠外债发展起来的墨西哥财团纷纷倒闭。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蒙特雷阿尔法集团,它是墨西哥私营工业最著名的代表者。 在比索贬值的冲击下,一夜之间就破产了,墨西哥经济从此一蹶不振。 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迄今也未恢复元气,对拉美国家而言,与外债比肩的沉重负担还有高昂的利息。 1980年,当美元利率上升到20%的时候,伦敦城和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不仅要求拉美国家按市场利率,借取新债,同时还迫使他们按现实的市场利率偿还旧债,正是这样的苛刻条件。 一举将拉美逼向绝境,拉美国家对高昂外债的态度,强烈地刺激着伦敦和华尔街。 他们必须强迫拉美国家服从,并接受金融巨头们的偿债安排。 正因如此,后人才会怀疑,英国人花费巨大代价攻打马尔维纳斯群岛,不过是敲山震虎而已。 这向拉美国家发出强烈信号,英国有足够的实力维护英国利益完整。 原本,波蒂月希望拉美国家组成联合体,一起和债权国讨价还价寻求解决方案。 但马岛战争后,这个愿望搁浅了,同样是1982年10月1日,债权债务双方攀排了。 美国人为拉美债务危机开出了怎样的药方? 实际上,早在1982年8月,市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美国银行和IMF,已经为拉美债务国准备了四位苦药。 第一,拉美国家政府出面接管国内私人债务。 美其名曰是为了防止企业破产,给国家经济造成损失。 但实际是债务保全措施。 第二,大幅削减政府预算,取消政府对国民的食品和生活补贴。 第一,节省财力偿还外债。 第三,让货币贬值,以增加出口,赚取外汇还债。 第四,由IMF出面对拉美债务国进行债务重组。 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所有被列入IMF名单的国家,都被按着喝下了这杯苦药。 为了还债,拉美债务国结一缩时,几乎所有社会福利荡然无存。 墨西哥因进口药品严重短缺。 婴儿的死亡率大幅上升。 问题是这样能还清债务吗? 瑞士在保险公司的资料显示。 1982年发展中国家开始还债时,债务总额8390亿美元。 但到1987年,这个债务数额变成了1.3万亿美元。 为什么会这样? 实际上,IMF所谓的债务重组,不过是把债期拉长,并把所欠利息变成债务本金。 然后一并放在未来偿还,所需支付的利率和过去一样高,按照中国人的常识。 这是典型的利滚利的高利贷。 世界银行曾对109个债务国的还债情况,做过一个统计。 1980年到1986年间,他们一共还债6580亿美元,可债务却从4300亿美元增加,到8820亿美元,所还6580亿美元的债务中。 仅利息就占了将近一半,即3260美元。 实际上,拉美国家和非洲一些独立后的殖民地国家,最早接受并践行了经济全球化、市场自由化、权益私有化、金融证券化。 但几乎全军覆没,非洲摆脱殖民统治之后,发展国家经济成为第一要务。 于是也希望通过介入欧美资本发展自己,但在20世纪80年代同样陷入债务危机,掉进越还越多的债务陷阱。 时至今日,这些债务还被经常提起,典型的例证就是联合国大会上经常出现,减免非洲国家债务的议案。 40年来从未间断过,拉美和非洲国家的痛苦,给欧美金融巨头们创造了丰厚收益。 他们为债务缠身之国留下的唯一出路,是交出国家财富,比如墨西哥的石油资源。 其控制权一点点通过债转股,转移到了欧洲银行手中,然后再被转卖给欧美石油财团。 据丹麦经济学家汉斯·拉斯姆森估计,20世纪80年代,所有发展中国家仅仅流入美国的现金,就有4000亿美元。 那时,美国GDP不过2.7万亿美元而已,这些资金为里根政府制定的,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财政赤字政策,提供了强劲的支持。 发展中国家债务重组之后,欠债爆炸式增长。 对于欧美金融巨头而言,这笔巨额债权为之带来了高额而稳定的收益,哪怕是发达国家降息之后。 更何况,发展中国家的私人债务已经变成了国家债务,加之欧美政府和IMF提供的安全保障。 欧美金融机构,根本无需对这笔债务进行不良拨备,直接就把账面收益全部寄入利润。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这笔债务,贷给欧美金融机构,近十年的高收益期,花旗银行和大通曼哈顿银行给股东超级分红。 并声称,这是他们历史最高盈利,同样,为欧美金融机构带来巨额收益的,还有美国国债。 且不说发行佣金,仅美国财政所支付的利息,就从1980年的520亿美元,增长到1986年的1420亿美元。 这个数字,占到美国政府财政收入的20%,也正因美国政府大规模举债。 20世纪80年代中间的5年,美国债务总额超过了债权总额,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净债务国。 反观墨西哥,1982年到1989年,比索于美元汇率从12比1贬值到2300比1,这时,石油价格已经降至10美元每桶。 墨西哥也回到了从前,资源换取外汇收益。 发展国家经济的梦彻底碎了,不仅掉入深深的债务陷阱,人民生活陷入了贫困。 而且未来油价上涨的收益,也没墨西哥什么事儿了。 因为,国家原油产业,已经变成了他人的囊中之物。 1986年10月,里根政府力推的甘恩、圣哲曼法案,获得了美国国会的通过。 意味着美国金融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放任自由,无拘无束的金融自由化的新时代。 几乎同时,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引燃金融大爆炸的导火线,她宣布即日系。 让自由竞争成为提高金融效率的催化剂。 对于这场金融大爆炸,历史褒贬不一。 包者认为,金融大爆炸使得金融机构进一步整合,金融效率大幅提高。 贬者认为,金融大爆炸表面是让金融的竞争更充分,而实际是弱肉强势的自由环境,带来更加充分的金融垄断。 实体经济的金融成本大幅提高。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称,美国用甘恩圣洁曼法案,取代新政时期的银行业监管。 以及英国的金融大爆炸,使得两国家庭负债呈现爆炸式增长,两国的金融体系变得越来越糟糕。 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IMF、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专家,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会议。 表面看,这次会议讨论的是,拉美国家如何通过改革破解外债压力的问题。 但实际成果却是,经济全球化、市场自由化、权益私有化、金融证券化被固化为发达国家规定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遵从的改革道路。 会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约翰·威廉姆森,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应当遵从的十条改革措施,并声称与会者已就此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 但就是这个一定程度上的共识,最终演变为华盛顿共识。 第一,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 第二,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 第三,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积。 第四,实施利率市场化。 第五,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 第六,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 第七,放松对外资的限制。 第八,对国有企业实施自由化。 第九,放松政府的管制。 第十,保护私人财产权。 1990年9月11日,接替里根当选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在一次演说中提出,世界新秩序。 他说,在这个多世之秋,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这个世界将诞生一个新的秩序。 这个新秩序是什么? 如果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那世界必将变成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化世界。 在此背景下,无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还是东欧国家,最渴望得到的就是外国资本。 希望借此实现国家经济的快速腾飞。 对金融资本而言,这是个历史性的机会。 金融大爆炸充分放开了金融巨头的手脚。 华盛顿共识给了发展中国家规定动作。 这使得金融巨头,完全可以无拘无束地将金融抽血。 即遍布全球,历史证明,想要资本吗? 可以,但代价可能是倾家荡产。 从1980年到1990年,那是世界经济异常动荡的十年。 这期间,有美元利率的大起大落,有石油价格的上蹿下跳,有股票市场的暴涨暴跌,有债务规模的急剧膨胀,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悄然崛起,有拉美国家经济的高台跳水,有欧美制造业的快速迁徙,等等。 这其中,一个绝不可忽视的重大金融事件,就是日本经济的翻转过山车,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 那为什么还要讨论汇率问题? 利益、利益、利益。 1982年,美联储结束金融休克疗法,开始减息刺激经济。 希望通过减息让美元贬值,刺激美国商品出口,减少贸易逆差。 但是,美国的刺激政策并未达成预期,反而导致大量资本流入楼市和股市,而不断吹涨的资产价格,更多吸引着国际游资流入美国。 美元币值因此而坚挺过我。 怎么办? 美国不认为实体经济疲弱、出口萎缩,是自己多年来驱逐国内传统制造业的必然后果。 反而一口咬定这是国际汇率出了问题,是日本和德国政府干预会市,过度压低本币估值所致。 于是,美国股东英法一起逼迫日本、德国改革金融体制,开放金融市场,并使日元和马克升值。 这正是广场会议所要达成的目标,而著名的广场协议也是在此背景下达成的。 在美国政府的强硬干预下,美元对日元大幅贬值。 1985年9月前,美元对日元汇率一直维系在1比250附近。 但广场协议签订后不到三个月,日元快速升值25%到1比200附近,这实际已经超出20%。 日本在广场协议中所承诺的底线。 但日元并未停止升值,到1987年,日元升值到1比120,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真能解决日美贸易失衡的问题。 二战失败让日本失去话语权,对美国马首是瞻。 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冷战却为日本提供了机会,用政治上对华盛顿的一步一趋,换取经济发展的腾挪空间。 首先是利用强大而传统的政府控制力,从美国购买技术,然后利用优质的加工能力,把技术转化为独到而小巧的商品,再把这些商品卖向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市场。 这种特殊经济模式,被西方经济学界统称为亚洲经济模式,日本以此实现了20年经济高速增长,而且把一个个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抛在了身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日本一直享用着令人羡慕的贸易顺差,以至20世纪80年代日本一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所以,广场会议后,美国在要求日元升值的同时,也在要求日本大量购买美国商品和资产。 问题是,美国真有什么可供日本购买的商品吗? 没有,因为美国希望日本购买的商品,日本大都可以自己生产。 所以,一方面是日元大幅升值一只日本商品出口,另一方面是美国舞动着贸易大棒。 在《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罗列大量日本所谓敌对贸易活动,并借此向日本要价。 这是日本经济赖以增长的动力时速。 怎么办? 1986年初,一个被称作验行战略的对应方案,被日本付诸行动。 所谓验行战略大体分三部分。 第一,通过投资向东亚、东南亚等国转移落后产业,并借以强化国际声望,成为亚洲经济圈的领头验。 第二,借助日元升值优势。 到欧美去直接投资,绕开欧美贸易壁垒。 第三,国内的产业升级。 作为验行战略的产物,日本厂商将排量3.0以下的轿车生产,转移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和中国等地。 而本土生产0至400型等高级轿车。 那时,法国的每场艺术品拍卖会,都少不了日本人的慷慨。 他们甚至买下欧洲城堡,原封不动地运回日本。 丰田公司把汽车生产线搬到美国。 绕过贸易壁垒,直面底特律竞争,索尼公司购买好莱坞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试图借此让日本文化打入美国市场,最著名是三菱地产,以13亿美元买下洛克菲勒大厦。 这让美国人惊呼,日本要收购美国,日本膨胀了,金钱撑起了底气。 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招赋予日本著名的鹰派一员,石田慎太郎在1987年合著日本可以说不。 这本不过百页的小书,体现了日本试图与美国分庭抗礼,抛掉战败国帽子的强烈愿望。 真能如此,正当低端制造业已经转移,但产业升级尚未完成,青黄不接之际,日本的经济泡沫崩了,许多人把目光盯住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 但殊不知,美国同时向日本提出的要求还有,取消一切金融管制,彻底实现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自由化。 1985年9月,以放开11日元大额存款利率为起点,日本走上了开放金融市场,取消金融管制的道路。 从此,日本的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业资本大量对外输出。 另一方面,日元升值招致国际金融热钱蜂拥而至,恶炒日本楼市股市。 1985年到1989年,日经指数从8000点附近涨到4万点,日本楼市更离谱。 1989年仅日本东京商务圈的低价总值,居然可以和整个美国的低价总值划上等号。 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过去四年日本经济的泡沫化已经无以复加,必须采取措施使之慢慢回归正常。 但此时此刻的日本已经没有纠错的机会了,实作俑者是摩根士丹利。 当其意识到日本政府要紧缩货币时,立即发布投资研究报告,对亚洲投资偏好的投资者而言。 日本已不是理想的投资场所,而更能带来高收益的地方应是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 四国当年号称亚洲四小虎。 大摩言论一出,立即在全球乍响,日本经济泡沫一夜破灭,从此开启失去20年模式。 后人总结认为,股价楼价上涨不可怕,但可怕的是,在实体经济趋弱的背景下,股价楼价上涨与实体经济财富创造能力脱节。 日本的经理告诉我们,金融开放不可怕。 但可怕的是,金融开放脱离实体经济服务,超出国家经济承受能力。 日本恰恰从这两面,为国际金融狙击,提供绝佳机会。 日本垮了。 所幸的是,日本有着足够的外汇储备,加上政府及时相助。 使得楼市股市暴跌中,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金融机构破产倒闭。 但是,企业损失惨重。 1993年,洛克菲勒大厦被折价还给了美国人。 索尼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累计亏损已达33亿美元。 更严重的是,亚洲国家来自日本的投资大幅萎缩,失去了必要的日元贷款。 有学者认为,日本泡沫破灭,为亚洲金融危机埋下伏笔,沿着国际金融巨头的指引。 从日本流出的热钱涌向东盟,尽管东盟各国此时的日子并不好过,但东亚经济奇迹的喧嚣依然如故。 1993年,美国作为东道主,在亚太金河组织会议上提出,在APEC第五阶部长级会议之后,召开一次首脑会议,并为其定名为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993年11月19日至20日,亚太金河组织领导人历史上第一次聚到了一起,身着便装彼此轻松沟通。 正是这次会议上,美国人向东盟国家提出了,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开放金融市场,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还告诉东盟国家,继续从前的高速发展就必须改革。 而改革的方向是华盛顿共识给出的十个条款,美国给出的要方东盟情愿接受。 不,东盟,韩国与美国发生了激烈争论,但东盟手里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吗? 冷战期间,维谋求亚洲盟友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协助,美国一直单方面向东盟敞开着贸易大门。 这使东盟依托出口加工贸易,获得了经济快速增长,时过境迁,冷战结束了。 美国昔日的这些政治盟友还有什么意义?恐怕唯一可以利用的价值就是谋取经济利益。 对东盟来说,冷战结束后,他们原指望日本可以取代美国,但日本垮了,原来的期许已经失去了根基,这个时候,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东盟经济。 开始受到美国贸易大棒的敲打,他们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 于是,东盟的大门被撞开了,基本全盘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的条款。 1997年7月2日,在国际资本长达三个月的连续攻击下,泰国政府举起了白旗。 刚刚接任泰国财长12天的塔农,宣布泰猪放弃固定汇率,一夜间,泰国国民手中的货币,丢失了20%的国际购买力。 紧接着,菲律宾比索、印尼顿、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放弃出口导向型经济,赖以平稳生存的固定汇率制。 历时仅仅38天,亚洲四小虎变成亚洲四定猫,其货币踏上了大幅贬值之路。 1997年,泰国曼谷一家商店,维茨基经济危机后失去消费能力的顾客,挂出了半价优惠。 洞开国门的亚洲,让国际金融热钱痛痛快快地享用了东亚奇迹,东盟国家又在什么问题上,给了索罗斯等金融大鳄一可乘之机。 20世纪90年代中期,泰国的时髦青年发明了烧钱一词,但他们的烧钱非指投资,而是针对进口奢侈品消费。 尽管,消费增长改变了泰国GDP结构,但大量奢侈品进口加上出口减少。 这时泰国出现了贸易逆差,怎么办? 西方经济学家告诉泰国,只要加大资本项目开放,放松金融管制,就会有大量外国资本流入, 就可以用资本项目收入弥补贸易逆差。 从而平衡国际收支,被欧美留学回国人员充斥的泰国政府照方抓药,不断加大金融市场开放程度, 不断提高金融自由化程度,不仅民间企业,银行大量介入外债完全没有障碍。 甚至政府都说不清,泰国民间到底欠了多少外债,更糟糕的是,为资本自由流动免遭汇率风险。 泰国政府一直保持固定汇率制度,外资流入确实弥补了贸易逆差,确实平衡了国际收支。 但这些外国资本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通过泰国人的手流入了股市楼市。 随后,泰国经济泡沫被吹涨,泰国人钱包也被吹涨,奢侈消费欲望越发强烈。 贸易逆差越发严重,外债数量越来越多,如此恶性循环至1997年,泰国经济走到了悬崖的边缘。 随着互联网经济热潮渐入佳境,美联储试图加息抑制新经济过热,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热钱,已经产生回流美国的冲动。 这为索罗斯们提供了绝佳的进攻时机,他看重的是,按25泰铢兑换亿美元固定汇率。 泰国货币已被严重高估了。 此时,国际舆议转,原来的亚洲经济奇迹,现在变成亚洲没有奇迹。 于是,热钱加速外逃,东盟各国外汇储备被洗劫一空。 国家面临还不起外债而破产的命运,纷纷放弃固定汇率制,任由本币大幅贬值。 任由金融巨头大快朵移,东盟数十年积累的财富一夜灰飞烟灭。 终点回到起点,IMF是在帮水。 亚洲金融危机中,世界上最忙的人莫过于IMF总裁康德苏。 面对此起彼伏的球员,他奔忙在援助国和受灾国之间,左手拿着急需援助资金。 右手则拿着厚厚遗落受援国必须接受的条款。 条款大致包括五个方面。 其一,受援国必须咬紧牙关紧缩货币,同时大幅削减政府财政预算,加大政府行为的透明度。 其二,强行关闭问题金融机构,迅速核销坏账,清理不良债务。 其三,受援国必须进一步开放,使商品进出和金融交易更加自由。 其四,受灾国必须放宽外商投资限制,允许外资对金融机构的投资占股比例,增至51%以上。 其五,受灾国政府必须将各项条款的执行情况。 至于IMF的监控之下,1997年12月3日,韩国成为这场危机中最后一个倒下的国家。 即将卸任总统的金勇三与三位总统候选人,以及国会议长,在IMF提出的条款上集体化压。 经大中当选总统后,将12月3日定名为国耻日。 在IMF的监督下,韩国制定了外国人投资促进法。 该法规定韩国彻底放开金融投资限制。 从那时起,外资开始在韩国低价抄底。 其股份占比,在韩国金融资本中的占比开始大幅攀升。 1998年占比仅为6%,但到2004年,占比达到33.7%。 尤其是韩国排名前五位的银行,全部变成了外资绝对控股的银行。 外资持股比例高达60%以上。 问题来了。 第一,韩国货币政策效率大大降低。 当韩国需要降息放宽货币之时,外资会将韩国存款输往境外套取利差。 大大降低了货币宽松的效能。 反之亦然。 第二,银行被外资控制后,韩国企业,完全暴露,在境外敌意收购者的威胁之下。 而这样的敌意收购事件在韩国的确频频发生。 近年来,为国家经济安全。 韩国人希望花费极高的代价,回购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企业,但几乎没有可能。 韩国发生的是代表了整个亚洲的现实状况。 那个当年被世界银行、IMF以及众多西方学者高调宣扬的亚洲经济奇迹。 从此销声匿迹,甚至被西方一些经济学教科书定位为反面教材。 不过,就算是反面教材,也悄然技术着那些金融受灾国的耻辱,见证着国际金融资本掠夺国家财富的高超技法。 研究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掠夺在不同时代显示出不同特征,既有个性又有共性。 从个性角度看,在殖民主义时代,列强民火执杖,金融是战争、海盗行为的支持者。 也是掠夺利益的分享者,在产业资本主义时代,为追求贸易带来的超额利润。 货币、金融是输出商品的工具,列强之间的货币地位、金融地位争夺。 也是为了获得商品利益,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追求贸易利益转变为追求超额助币税利益。 强权货币利用绝对优势地位,不仅从占有他国资源、商品、劳动中获利。 同时还在左右全球金融价格的涨跌中获利,更从动辄就击垮一个国家经济的过程中获利。 从共性角度看,为追逐暴力、贪婪、无视、你死我活、弱肉强势的丛名法则。 无论哪个时代,从未发生过任何改变。 金融安全从哪里来? 2008年,美国爆发时所罕见的金融危机。 关于这场危机发生,发展过程的报道已经汗牛冲动于各类媒体,但迄今为止,对一个重要问题似乎并未给出明确判断, 这场金融危机到底是什么性质? 几乎所有专家学者,都把它定位于次贷危机或房地产泡沫危机。 这个判断对吗? 对也不对。 说对,是因为这场危机确实是因为房价大起大落,导致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流动性断裂所致。 说不对,是因为就是论事的表面化定性显得过于粗浅。 2008年11月,中国经济周刊曾发文提问美国会破产吗? 这其中,我们提出的明确判断认为,这是美元的危机,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通过债务经济循环模式,或称是由美元在循环,重新获得美元霸权之后发生的,也是必然会发生的又一次美元危机。 14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坚持这样的判断。而更加清晰的是,我们已经可以看清,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场变局中,一个无法避免的主题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逐步建立起的美元霸权正在走向没落。 历史证明,新旧两个时代的交汇点上,斗争无可避免,近年来,美国在国际上制造各种乱象。 背后,无非是以霸权的手段,捍卫美国和美元的霸权利益。 这样的霸道反映到金融上,其实就是一场超级金融战。 2008年11月15日,美国华盛顿,暴风雨后的美国国会大厦。 千禧之年,互联网产业筹压变天鹅,但不久,互联网泡沫时期挥霍掉资本的泡沫也破灭了。 号称全球央行行长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出面收拾残局。 他有什么好办法?两个字,降息。 但是,不断降息会不会引发新的泡沫。 2004年,当有人就此质问格林斯潘时, 他一改往日晦涩风格而明确地表示, 目前情况下,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降低利率。 为维持美国的债务经济,我们只能借助于新的泡沫。 格林斯潘年事已高,但并不糊涂。 互联网泡沫泼灭之时,美国实体经济在GDP中的占比不过18%, 其中还有三分之一属于军事工业,作为一个经济空壳化的国家, 还能指望实体经济去拉动经济增长。 所以,格林斯潘只能靠国家信用、企业信用和消费信用持续不断地扩张, 并形成新的泡沫,去维系全球资本持续不断地流向美国, 去维系美国国际收支的平衡,去维系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美国新泡沫是什么? 绝大多数人认为,那是次级贷款支撑下的房地产泡沫, 这个判断当然正确,但这次危机, 绝非一般性的房地产泡沫危机, 它所捅破的是一连串泡沫。 美国财政之资多年积累所构成的财政之资, 泡沫、贸易逆差,泡沫、评级造假泡沫、消费过度,泡沫, 以及1美元GDP增长需要增加5美元借债的债务泡沫, 等,把它们加总在一起。 实际是世界对美国的信任泡沫、美元泡沫。 问题是,编布世界每个角落的金融抽血机, 势必让美国危机变成全球危机。 事实证明,世界各国政府都在为这场危机买单。 而各国投入的财力之和远超美国, 事实证明,大量购买次贷抵押债券的非金融机构, 可能是金融史上最大的受骗者, 逃不过破产或被政府接管的命运。 事实证明,冰岛破产了。 越南、印度、韩国等许多国家也被拖到破产边缘。 危机爆发后, 格林斯潘因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而遭痛骂。 但殊不知,21世纪美国经济的走向, 哪是格林斯潘可以单独决定的事情? 为搞清这个问题, 我们先要搞清一些基本概念。 先看M2等于基础货币乘货币乘数这个公式, 然后看数据, 2007年底, 美联储投放基础货币不过9000亿美元。 但货币乘数将近十倍, 世界之最、历史之最。 由此可见, 第一,美元货币, 更多由美国金融机构通过信用扩张, 而被生产出来。 第二, 美联储只是控制货币的一个因素, 其能力受限于华尔街信用扩张或收缩。 另外, 真正反映美国货币流动性的数据不是M2, 而是M3, 将短期金融信用纳入货币范畴之后的数据。 大量金融衍生品属于M3范畴, 而资料显示, 2007年底, 仅记录在案的金融衍生品, 其票面价值就高达170万亿美元, 这个数字在2000年仅为40万亿美元。 什么意思? 仅金融衍生商品市场一项, 其市值于9000亿美元基础货币之间, 就形成了180倍杠杆。 这个杠杆, 格林斯潘控制得了吗? 历史低看, 高杠杆的根源在格林斯潘的老师, 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 里根加撒切尔加沃尔克推行金融自由化, 大大提升了华尔街金融机构的货币创造力。 正如沃尔克为央行实行, 单一利率调节所作的解释, 美联储根本无法准确, 而及时地获知全社会的货币供应量, 以致央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企图, 根本无法实施。 所以, 应当放弃货币供应量控制而转向利率调控。 所谓利率调节, 实际是利用利率升降去影响货币乘数, 干预商业金融信用的规模, 从而间接调控货币总量。 正因如此, 市场责怪格林斯潘, 以低息刺激信用膨胀, 也不为过。 格林斯潘也承认, 我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 可偏偏就是这么严重。 次安危机引爆的不只是金融衍生品泡沫, 同时引爆一系列泡沫, 并直指美元信用泡沫。 更严重的是, 世界开始质疑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而这不被世界奉行40年的经济圣经。 它所构建的经济运行体系, 同时也是协助美元霸权劫掠掠世界的工具。 日本、韩国、亚洲、南美等都曾因遵从这套理论而掉进金融陷阱。 现在轮到美国自解了, 所以, 否定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实际是否定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这等于在跑美元霸权的根基。 2009年, 去除美元霸权, 再造国际货币体系以及超主权货币的讨论, 变成了G20伦敦峰会的重要话题。 也正是从那时起, 各国储备货币中提高了黄金权重, 德国、 法国更从英美金库中运回自己存放的黄金。 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和非OPEC国家, 纷纷放宽石油结算货币, 如此取美元化的行动, 会否导致美元霸权的历史性崩塌? 一个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生产性。 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 非生产性的转变, 这就使得霸权国家有了生命周期性质, 从而无法逃脱由盛道衰的宿命。 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查尔斯·皮金德尔伯格在其名著 《世界经济霸权1500到1990》中 写下了这段意味深长的话, 这恰恰反映了美国的经济现实, 但美国会甘心如此宿命。 站在历史角度看, 俄乌冲突绝非偶然, 它不仅是2008年后北约加速东扩, 绑架欧洲加码制裁俄罗斯的必然结果, 同时也是美国为维护美元霸权的极端之举。 其根本目的在于逼俄反击, 搅乱欧洲, 打压欧元, 重塑美元资产作为全球最安全资产的地位, 并迫使全球资本更多流向美国, 这样的招数并不新鲜, 欧元诞生后不久, 美国挑起科索沃战争, 造成资本逃离欧洲, 并使欧元国际购买力骤降, 撕毁一核协议, 让欧洲得不到足够的能源, 弱化其经济实力和欧元地位。 当然, 还有阻止北溪二项目, 其目标都是压制欧元保美元, 美元指数构成告诉我们, 如果占比百分之, 57.6的欧元被世界看好, 那美元可能不断贬值, 世界对美元的信心可能不断恶化, 这当然是对美元霸权的挑战。 怎么办? 拼了, 不惜一切手段, 包括金融战, 认清美元霸权背后支柱, 是破除美元霸权的关键。 长期以来, 我们一直认为, 军事霸权、 金融霸权、 理论霸权、 舆论霸权, 四大霸权支撑美元霸权。 但现在看, 似乎还该加上科技霸权、 军事霸权, 武力威慑脱离美国轨道的国家, 维护国际大宗商品以美元定价结算的地位, 为金融霸权开路, 金融霸权, 通过大宗商品期货定价权, 将灾难引向实体经济为本的发展中国家, 从而掠夺全球资本和财富, 舆论霸权, 英美利益集团操控西方媒体, 依仗巨大的资本实力选择性发生, 使其他国家的舆论力量大打折扣, 理论霸权, 为世界洗脑, 让舆论霸权更具效力, 让发展中国家跟随金融帝国的逻辑, 不知不觉地掉进他们设定的陷阱。 科技霸权, 基于美元霸权, 美国可以通过印钞去培育和购买全世界的顶级人才, 并垄断关键科技优势, 并使之变成制约他国经济强盛的武器。 在这样的情况下, 金融安全从哪里来? 历史证明, 无论金融战还是军事战, 任何一次大规模的行动, 都离不开舆论先倒, 尤其是金融战, 经济舆论决定市场预期, 市场预期决定资金流向, 资金流动决定经济健康, 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凸显舆论了重要性。 为什么西方舆论会如此灵光? 因为, 部分被洗锅脑的专家、 学者, 甚至官员与民众, 都会认为人家说得对, 并跟随舆论的指挥棒, 掉进人家设定的陷阱。 比如, 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 把消费物价上涨定义为通货膨胀, 货币投放过多。 而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 在金融资本, 美元升贬决定资源期货价格走势的背景下, CPI上涨往往属于输入性物价上涨, 所以, 货币投放往往是被动跟随价格。 原材料勾进价格越高, 企业所需贷款数量越多, 倒闭货币当局不得不去满足企业货币需求。 否则, 经济停滞, 企业破产, 而未来物价会因供给不足而出现更大涨幅。 所以, 必须认真分析物价上涨的原因, 对症下药, 而不是一味机械教条地通过货币手段去控制物价。 再比如, 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强烈, 反对工资和物价循环上涨, 但面对当下可能发生的全球性滞涨而言。 如果美国允许工资和物价循环上涨, 那大宗商品价格会不会涨上去就下不来。 这个过程中, 如果不许物价和工资循环上涨, 从而导致企业前端成本, 无法顺利向后端消费平转导, 并引发股市下跌, 企业球带无路, 大量退出, 经济会否还有美好的明天。 相反, 美国通过物价和工资循环上涨互助消费、 投资、 实体经济生存环境改观。 一旦重获实体经济新生, 美元霸权地位必得巩固, 所以, 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千万不要掉进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陷阱。 当然,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非一无是处。 它带给我们许多重要的认知启示。 但无论如何它只是一种学说, 一个学术门派, 都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认为,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首先需要破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束缚。 依据中国的经济目标与国情特点, 探索中国的金融和经济的规律与逻辑。 依此实现中国金融理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样才有可能走出中国特色的金融之路力。 按照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中国金融供给结构应逐步转向长期金融为主, 短期金融为辅, 资本金融为主, 货币金融为辅, 股权金融为主, 债务金融为辅。 为此, 央行应大力调整&结构, 拓展对货币职能的认识, 必须意识到, 单一强调货币的交易职能, 是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特征之一, 其真实用意, 是将货币发行权交与金融资本巨头, 弱化货币的主权属性和政府控制货币的权利, 但基于金融理论发展, 中国需要扩展货币认知, 更多强调货币的主权属性和资本属性, 这就要求央行通过提高基础货币供给, 降低货币乘数倍数, 调整&结构, 一来, 确保广义货币&的合理增长, 二来, 推动中国金融长期化, 资本化, 低成本化, 三来, 减低商业金融机构通过贷款增加存款, 创造货币的能力, 降低金融运转速度, 降低流动性风险, 降低金融成本, 使中国金融变得更加稳定, 研究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 热钱大进大出带给一个国家的危害, 大家看得明明白白, 但是否该因业费时? 不行,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 科技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第一要务, 而且, 当代和未来科技所需资本规模之大, 实所罕见, 科技竞争首先是资本竞争, 尤其是股权资本, 产业资本的竞争,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全球资本的簇拥, 那该如何心理储币, 看清不同资本不同偏好, 资本有的偏好债券投资, 有的偏好股票投资, 有的偏好实业投资, 有的偏好种子天使美VCPE, 有的偏好货币套利等, 因降息而逃的资本属于哪类, 当然是债务和套利偏好的资本, 很多也就是俗称的热钱, 但股权投资偏好资本, 实业投资偏好资本, 会反感低利率的金融环境吗? 显然不会, 所以, 我们需要的是股权投资, 实业投资偏好的资本, 而非热钱, 不给金融大鳄搅乱金融市场的工具, 历史地看, 国际金融大鳄狙击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 通常需要市场提供足够高的杠杆, 足够多的金融衍生品, 所以, 应当依据实体经济需求去设置金融衍生品, 以及杠杆倍数, 应当始终保持并提升, 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能力, 同时, 应当以立法的方式明确告诉世界, 对一切恶意金融攻击行为, 保持高度警惕和干预权利。 2010年, 当欧洲央行获悉金融大鳄欲借欧债危机, 狙击欧元之时, 果断采取措施, 不仅要求金融巨头每日提交交易报告, 甚至临时拘押了其中的几位始作俑者。 经济舆决定市场预期, 市场预期决定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决定资本流向, 资本流向决定经济健康, 这样一条规律线, 逻辑线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从历史经验看, 经济舆论与一国金融安全密切相关, 鉴于经济舆论的专业性, 它往往比政治舆论来得更加隐秘, 更加复杂, 这恐怕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舆论方面, 往往处于劣势的关键原因, 怎么办, 从跟上入手, 铲除社会公众, 对一些理论问题, 私事而非的错误理解, 建立专门研究团队, 组织多方面的经济专家, 新闻人和社会心理学家, 研判当下经济舆论动向, 并给出具体分析, 给出经济舆论引导方向的建议, 并依托国家主流媒体和重要传播渠道, 借以引导和形成良性预期, 实际上, 全球经济已经陷入低谷, 中低端消费品也是未来国际市场的重要需求, 2008年金融危机后, 中国出口之所以很快修复,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全世界在危机中失去了奢侈消费能力, 大量消费转向一般消费品, 中国生产的一般消费品, 也成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 中国经济学家樊刚曾经多次提出, 没有落后的产业, 只有落后的产能, 实际上, 除了军事用途外, 一切科技进步最终都要汇聚在老百姓的衣食、 住、行、 文化娱乐等生活层面, 所以, 政府在鼓励科技进步的同时, 有必要同时关注, 与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密切相关的消费品工业领域, 激励这些产业加快摆脱散而小的状况, 尤其在基础设施大规模延伸向西部的过程中, 可以通过政策引导, 通过产业转移, 使之形成几个大型龙头企业, 形成几个完整的产业链集群, 并以科技渗透保持一般消费品, 物美价一的中国优势, 这方面的典型教训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 当其消费品生产走向高端时却发现, 尽管高端消费品却有较高附加值, 但越是高端消费品, 市场容量越小, 竞争越剧烈, 比如, 灵芝轿车就遇到欧洲高档轿车的挤压, 最后高端轿车也无奈走向相对价廉的套路, 更严重的是, 高端消费品, 可能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国家所必须的经济规模, 欧洲、日本都是例证, 当他们失去一般消费品的制造能力之后, 再想恢复, 难上加难, 事实说明, 中国一般性消费品的生产优势, 恰恰是世界离不开中国的关键, 或许也是中国保证自身金融安全, 经济良性发展的手段, 历史抵抗, 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暴跌必有华尔街之首, 中国是制造大国, 是国际原材料价格的被动接受者, 所以, 避免, 至少弱化金融资本, 通过大宗商品价格侵蚀中国利益, 是当下也是未来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们的总体思路核心在于, 充分发挥中国制度优势, 一手保住企业, 一手保住消费能力, 从而保住中国经济活力和良性循环, 还是那句话, 在战略上藐视, 在战术上重视,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不按套路出牌, 不去跟随敌手所希望的时间、空间和方式, 而是以我为主,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才是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保障, 维护自身金融安全也一样, 我们必须会打迷宗权, 所以, 我们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或许是, 看清美元霸权背后的支柱, 有针对性地查漏洞立规矩, 不短板, 强金骨, 造优势, 在加后金融防线的前提下, 加大开放力度, 使中国有机会利用全球股权资本, 实业资本加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